一个项目能够领到610万的融资 代表着它的估值应该高达几千万美金 非常的诱人 而且投资阵容坦白讲还挺不错的 有红杉资本、Coinbase等等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Channel的节目 我是Cash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新项目 目前还没有发币 并且现在有个空头的活动 个人感觉可能是个潜力项目 或许大家可以在它的空头活动当中 从中获利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 介绍最新最前沿币圈机会的视频内容 记得帮忙点赞留言打开小铃铛 以及分享给你的币圈朋友们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吧 我们先对项目进行简单的介绍 待会再聊空头的参与方法 今天的主角叫做LogS 目前建设在Arbitrum的公链上 是一个合约交易的聚合器 已经和GMS MUS跟Hyperliquid合作了 这三个项目都是非常优秀的合约交易所 各有各的特点 之前TalkChannel也做过相关的视频介绍 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们回看之前的视频 简单来说Arbitrum的用户可以直接在LogS的平台上面开合约 系统会自动去比较GMS MUS和Hyperliquid上面的价格和流动性 自动的帮我们选择最优的方式来开设仓位 大家都知道嘛 不同的交易所所拥有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呢在GMS上面比较便宜 有时候呢在Hyperliquid上面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LogS上面开设交易 让系统自动的去对比价格 如果你开设仓位呢比较大 你是个巨金 那在单个交易所的时候 费用就会比较的昂贵 因为你会占用掉大量的流动性嘛 LogS的机制呢也会自动的去拆分你的交易 分别在几家交易所当中帮你去开仓 以此来获得最低的成本价格 这一个平台一开始的时候 集成了这两家交易所 分别是GMS跟MUS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两家交易所的特点是 蓝筹代币的流动性非常的高 例如比特币、以太币 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充足 相反的 它不支持一些比较小众的代币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前不久的时候 LogS就集成了Hyperliquid的服务 这家交易所 它提供的交易对非常之丰富 热门的代币基本上都有 例如Uniball FranTech等等的都有 所以目前LogS支持的币种 就可以非常高了 高达100多个交易对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Hyperliquid它占据了LogS 交易量的绝大多数 可以看得见 大家目前在LogS上面 更加倾向于 开设一些小币种的交易对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费用方面到底怎么计算的 多了一个中间商 会不会在宠中赚一些差价 让我们的成本变高 直接在GMS MUS上面开合约 会不会更加便宜 答案是不会的 LogS呢 不会向我们这些交易员 征收费用 如果你通过LogS 使用的是GMS的流动性 那你就按照GMS的费用 去缴交就可以了 他们会跟GMS Hyperliquid MUS这些交易所呢 进行利润的分层 相当于呢 LogS给这些交易所 提供订单 提供用户 这些交易所呢 就需要把赚到的 一部分手续费呢 给到LogS 变成LogS的平台的利润来源 这个项目呢 未来也有很多的 规划跟发展 他们除了会对接 更多的交易所 提高他们聚合器的功能之外呢 最令我期待的是 他们打算开拓新的公链 在白皮书这里 可以看得见 下一个目的地的公链呢 是Mentor的公链 也会在上头建设流动性的池子 目前Mentor的合约交易市场 还没有出现 特别明显的头部 所以之后可以看看 他们在Mentor上面的发展 到底好不好 基本的项目介绍 就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和各位讲解一下 这个项目背后的一些机会 以及我们可以参与的方式 目前他们推出了 一个空头的活动 我们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相当之大的哈 因为现在整个项目的交易员呢 总数只有900多人左右 相比于其他的竞争对手 有五位数的用户 我们现在开始使用LogX 属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他们之后呢 会把平台代币 空头给我们这些早期的用户 币圈最新闻的地方 就是项目方会 经常奖励早期的玩家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 找一些的发现 优质的项目 提前埋伏 就能够领到 不少的空头代币 这也是我们TalkChain 经常在带着大家干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错过这类型的机会 记得一定一定要 打开小铃铛确保不会错过 我们最新的视频 之所以我认为 这个项目的空头 应该挺有价值的原因是 他们宣称已经拿到了 610万美金的融资 我还没有办法 从其他管道 证实这笔融资 但如果是真的 那么一个项目 能够领到610万的融资 代表着它的估值 应该高达几千万美金 非常的诱人 而且投资阵容 坦白讲还挺不错的 有红杉资本 Coinbase等等的 所以这个项目的估值 应该挺不低的 如果他们拿出 足够多的代币 来进行空头 参与者 应该可以拿到 一笔很大份的猪脚饭 很可惜的是 他们团队还没有公布 代币经济的设计 之后有机会 再跟各位分析好了 项目方目前比较神秘 只公布了空头的活动 鼓励大家多多 使用他们家的产品 从而来积累积分 积分越多呢 之后拿到的空头代币 也会比较多 简单来说 他们的空头活动 有三种计算的方式 第一个呢 是看大家的交易额 你的交易量越大 你就能够积累越多的分数 第二个呢 是看大家的交易次数 如果你经常 频繁的开关仓 那你的积分也会比较多 这点就对 短期的交易员比较有利 第三呢 就是邀请人数 邀请其他人参与活动 也可以给自己 增加一些积分 大家邀请其他人 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 可以直接发这期视频 给大家 让他们快速的了解 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 但坦白讲 主要增加积分的方式 还是得靠大家的交易量 跟交易的次数 邀请一个人呢 只有一点的积分 而每100美金的交易量呢 就可以获得一点的积分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可以在这个邀请链接上面 去填写TOKCHEN的邀请码 我会把邀请码 放在视频的下方 除了这些办法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帮助大家 拿到更多的空头代币数量 LOCKX呢 目前推出了三个NFT 如果你有这些NFT呢 就可以给自己的积分增加乘数 例如你原本的积分是100点 那如果你获得的这个NFT 可以增加两倍的乘数 你的100点就会变成200点 目前有两个NFT 大家可以争取做任务来获得 第一个NFT的方法很简单 大家只需要在10月15号之前 在他们平台当中 去开合约交易就可以了 就是你点击这个TRAG 然后在这个界面当中 去开设任何一笔合约交易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获得第一个NFT了 相比之下呢 第二个我们能够获取的NFT 就比较困难一些 他们现在开设了一个机理的任务 只有前50名的人呢 可以拿到这个NFT 算是个限量的NFT 如果你要争取这个限量的NFT 增加自己点数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去完成 他们的机理任务 我会把任务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只要大家的积分达到前50名 在10月8日的时候 就有资格领取到NFT 现在的门槛大概是1250分左右 不算特别的高 大家去关注他们的社交账号 基本上就有750分了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帮助他写一些介绍文 或者说你是大佬 交易额非常高的话 你又可以多拿到一些积分 这里就有1000多分了 这个NFT呢 坦白讲确实有些门槛 大家看自己的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去争取 这个限量的NFT 视频的最后呢 我也来聊一下 项目安全的问题 除了他们被知名的投资机构投资之外呢 他们的项目也经过了一家审计机构的审核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审计报告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非常的完整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